磁石我回來了 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那我們的決鬥家年華已經進到第二階段了 那第二階段是選岩石族的怪獸 第一階段我沒有特別去打啦 因為他是用獸族的 我原本想玩 但是我當我玩到快要 正準備要玩出一些東西的時候就已經 進到第二階段了 對 那我這個 毅然決然的直接選了電磁石 那主要是因為我本身也是 這個電磁石的愛好玩家 對 那電磁石戰 這個磁石戰士跟古代遺跡都有一個共同特點 都是可以在對方回合做一堆很靠北的事 就很煩 那古代遺跡比較煩 對 因為電磁石戰士只是決定你要不要跳 然後要堆哪一張而已 古代遺跡是你要想說我要換哪一張場地 場地換完之後又要再送幕又要再檢索 所以我其實不是很喜歡對到古代遺跡啦 對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我的電磁石 磁石戰士的牌吧 好 首先第一場打我們天成快斗 好久沒有玩這個磁石了 其實有點小心混 好 那對方一個攻死斬擊者 那我們只要是用決鬥江年華的這個屬性 這攻擊力直接加600 所以我覺得不合體還比較強欸 對 你想像每一隻加 每一磁石的展開能力已經很強了 每一隻加600 場上全滿 等於打點多加1800 對 我個人覺得不合體還比合體強啊 好 對方一個銀河眼光子龍 我的塔瑪西啊 來 來我們直接宇宙旋風炫爆他後台 結果他的破滅光子龍 好 那這邊先下一個磁石戰士 電磁石戰士 BETA 然後我們一個磁石立場 好來 直接轉過去彈回去 所以這個立場其實很強啊 這個叫什麼 這張卡算是 磁石裡面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張卡 對 那我們用立場把它復活之後再做一個檢索 你會不會覺得 兩千一兩千二全部直接佔滿場 不合體 是不是比合體還強 你可以用立場直接把它解掉 對 那他給我吃一個聖槍 什麼叫立場直接把它解掉 因為立場如果只要你沒有被那個 沒有被破 對方沒有被破壞掉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彈回去 對 好久沒有玩磁石了 SWEET 來一個驅逐者 對 大家都在 其實我每次在玩磁石的時候 對方都在等我的戰神出來 對 然後要嘛就要因果我 要嘛就是要搞我之類的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 這場打暗遊戲 對 那我們簡單打給各位看一下 讓各位看一下我的小磁石 哦 很久沒玩了 對 我真的覺得合體比較弱耶 就是 就是你沒有合體 每一次攻擊衣都有兩千以上 這隻很強耶 好 我們拉回來之後 GAMMA之後 再跳手上的BETA 再減鎖一張 好 直接拉滿 笑死 好 那對方打咒眼 哇 咒眼 那個已經被陷 那個 風暴已經被陷衣了 所以咒眼已經沒有想像中那麼強了 他之前其實風暴對咒眼來講 其實算蠻重要的 因為他可以炸牌 又可以減鎖 那這個咒眼的話 他會把我目的的卡除外 所以我的磁石要小心 好 那我就二速跳 那他剛好又把我除掉 不過沒關係 那我再堆一張 好 那我準備要炫爆他後台囉 各位 哇 三張兩千二 哇 這個很硬啊 硬了 硬了 好 我直接超亮 好 叫我們的大醉豬 來 依出一個超亮素材 給我滾出去 來發動磁石立場 從目的特殊召喚 好 我就知道他會處外我 不過沒關係 還有一次通招機會 好 檢索我們的老大 那我要不要下老大呢 我就不下 我覺得不下比較強啊 展開能力比較強啊 對 每次都有兩千以上啊 下了要被因果三小的 真的是會挫賽 好來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這場也是打暗遊戲 我記得這場就是對到古代遺跡吧 我印象中 這兩個都是一個很煩的牌 沒有出一定是命抽幹卡手了 笑死了 好那我們用這個DELTA堆BETA 我的原則很簡單啦 如果我手上已經有BETA了 我在堆的時候 我就會堆GAMMA 然後利用這個立場 把GAMMA拉上來 然後再特招手拍的BETA 然後再檢索一張 大概就是這樣 好那再檢索ALFA 那這個ALFA 再蓋一張雨萱在後台 你看 超煩 古代遺跡 兩個都很喜歡在對手回合做事 他現在也覺得很賭啦 因為我要跳不跳的 那古代遺跡就要小心後台有狡猾的這個可能性 到達基本上是90%以上 來我們直接把他彈回去 來我們炫他場地 好這時候同步跳出BETA 好 堆一張 水 好那後台一定有狡猾啦 絕對 水 再給我狡猾 好老大出來 為什麼 為什麼我這時候老大出來 因為如果他敢炸我 他如果敢炸我 我就會跳三隻回來 所以他選擇炸我的場地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合理的 我又不敢打他 因為會怕他命抽 所以古代遺跡對我們墊磁石 來直接打爆他 所以這個磁石 我覺得個人覺得磁石其實就已經算蠻強的一個系統 你要每一張攻擊力加600 那這個展開能力真的是算是蠻可觀的 對 所以我在玩這副牌的時候 我其實有點想要把那個老大拿掉 對 因為我就覺得好像老大其實又不太到 對 我反而會比較想要放另外一張 叫做地球巨人的那一張 對 那張隨便除外兩隻 又可以增加打點 算是很不錯的一張 對 但是我想要不放老大又有點奇怪 那我之後會再測試說 如果我 就是我放那個 地球巨人那一張取代那個老大 會不會比較好 對 因為你看 這個 這個電磁石戰神 他 他就是 雖然他這個 因戰鬥會都有手效果 被破壞的時候 可以以我方被除外的 α、β、γ為對象 特殊召喚該怪獸 但是如果你這一隻你直接被陰切 那你等於用三換 但對方用一張就換掉你的那麼多張 我覺得就是有一點不太划算 所以我蠻想要把這一隻換成另外一張 叫做那個 那個 地球巨人的 給各位看一下 地球超人 就是這一張 對 我蠻想要把它換成這一張的 就是 就是 他只要除外兩隻 而且他自帶禁閉效果 感覺 你的攻擊力又再加600 感覺在這個環境裡面 會是比較硬的一個 一個 combo 好啦我再試試看啦 那各位 如果有什麼意見 就大家留言 互相討論吧 準備去吃拉麵了